现在有很多人真的是减肥心切,这种心理确实能够理解,毕竟身上的肥肉越多,我们的身材就会变差,我们就会因为自己的身材而变得不自信,而且我们也会逐渐的失去健康。 现在很流行运动减肥,每次晚上我去操场上跑步时都能看到,许多人都在拼命的运动,汗如雨下,每次都要跑很长时间去减肥,而且现在的健身房也是爆满,减肥的人也是很多的,运动减肥确实有它独特的好处,比如说运动能瘦下来,而且不容易反弹,更会保护我们的健康。 但是运动也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,如果你运动的方法不正确,你也很难受下来。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就向我抱怨,为什么每天跑40分钟?结果一段时间过去了,一两肥肉都没减掉,有不少人都遇到的这种问题,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 我就是通过跑步成功减肥的,我来给大家讲一讲,为什么每天跑40分钟还是没瘦下来? 我们到底干何去何从呢?为什么每天跑40分钟还是没有瘦下来? 一体质太差,很多人就是属于逆胖体质,逆胖体质的人想要减肥,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,有的时候甚至会减肥失败。 如果你属于这种体质,这很有可能导致每天跑40分钟,你还是瘦不下来。 二,吃的太多,有很多人在跑步减肥的时候还是无所顾忌的吃。 吃的越多,你减肥成功的概率就会越低,因为食物中含有的热量真的是太恐怖了。 一根雪糕的能量,你不知道,要跑多少公里才能消耗掉。 三,不够坚持,通过跑步减肥,你必须要足够的坚持,不要总是跑一两个星期瘦不下来,就觉得跑步减肥没有用。 一般来说,只有坚持跑步两三个月,以后你才能逐渐的看到减肥的效果。 四,身体的适应性变强,有的人每天跑步,每天都跑40分钟,每天都要同样的速度好。 如果我们一直以这样的强度,这样的时间来锻炼,身体就会产生强大的适应性,跑步减肥就很难了。 那么面对这种问题,我们到底该如何解决它呢? 你控制食物的欲望,想要减肥,想要让你跑步的努力全部化为成果,我们必须要控制自己对食物的欲望。 红烧肉,猪头肉,糖醋排骨,这些食物这些肉类确实很好吃,但是它们都不适合减肥。 我们要少吃这种肥肉,大鱼大肉,多吃一些难吃的水煮肉。 水煮虾,轻炖鱼肉,多吃一些新鲜绿叶的蔬菜,适当的水果,晚上要吃一点,但不能多吃。 四到五分饱即可,二突破身体的适应性,身体一旦适应跑步的强度,这就意味着平台气要来了,你会发现跑步轻松了,跑步也很容易了,但是你跑步减肥的效果,却没有增强多少。 所以我们应该突破身体的适应性,抗主力跑,快慢节奏跑法,是我们打破身体适应性最好的方法,这样身体燃烧的能量就会增多,减肥的效果更好。 而且我们可以很好的,快速的摆脱平台期。 三不断的坚持,跑步终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,在出现跑步减肥效果下降,那时候我们千万不能急。 我们一定要守住,一定要足够的坚持,一两个月不行,那就半年,坚持到最后,你肯定能瘦下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